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圓 我是Cherry 今天會拍這個影片的主要目的呢 是想要透過這個影片來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這樣子的 剛剛我們就看到了Charles和Mona的頻道 他們上了一個影片 OK 我們先來一起看看這個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arl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n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如果沒有訂閱我的朋友記得要 為什麼會這樣沉重的心情呢 是其實最近很多人會發一些信息給我們 就是關於到那個宣傳賺錢的那件事情 在這裡還有Mona我們兩個想要跟大家講一聲對不起 OK 他剛剛有說到這個宣傳賺錢的這個廣告東西呢 在這邊其實之前早在一兩個星期前對不對 早在一兩個星期前呢 我跟Cherry也是有接到這樣的一個宣傳的廣告 在我們的instastory那邊大概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所以呢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這個影片 這件事情其實我會陸陸續續的解釋下去 現在我不是很專業的 我有找關於這個方面的比較專業的朋友 還有上網找一些功課 我都寫在這個電腦裡面 所以我會一邊看著電腦一邊跟你們講 因為我怕我自己講錯話 或者是給錯信息給你們 可能我講的也不完全是對的 可是我是想要盡我的力了來講這件事情 然後首先我要講的東西就是 我希望各大網紅或者是YouTuber 要很認真地審核 關於這個 Towin宣傳 點贊 Facebook點贊 或者是Instagram點贊 這些賺錢的這種Post 你們看到了 是他們給的價錢其實蠻吸引 然後可以給你兩三天就洗掉這個Post 可是這樣可能導致到很多人 被騙錢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們 各位網紅 各位YouTuber 可以慎重考慮這一點 或者是你們可以先去 認真地去審核 去了解 你們才來接這個宣傳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會像我 或者是有其他的也是有重要的 導致我們自己的粉絲被騙了很多錢 不是一兩個是很多 OK 在這邊呢 我和Cherry想要在這邊 跟大家衷心的說一聲 真的不好意思 真心真心的道歉 因為這個廣告呢 我們早在兩個星期前有接過 然後這也是我們第一次 接這樣子的廣告 其實我在接這個廣告之前呢 我跟Cherry都有跟那個廠商 再三的確認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有沒有詐騙的成分啊 然後我們有跟他們了解一下 他們這個東西的運作是怎麼樣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 那時候我們就有問他 可以了解一下 你們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嗎 可信的嗎 想先了解清楚 否則如果我宣傳的話 擔心之後會有什麼事 然後呢 他就講 堅持的工作 假如不可信的話 也不會請你們去幫我分享 那這個實際上是想 他們利用 看影片或者聽音樂的時間 來做一些推廣商品的內容 讓人去分享 因為目前MCO的關係 廠商因為要推廣自己的商品 這是可以放心的 然後那時候呢 我也承認我自己 真的是沒有 沒有考慮到太清楚 沒有審核 沒有很認真的去審核 他們這個東西是否 真的是非常可信 我的觸發點呢 就想說 因為現在是CMCO的一個情形嘛 然後我就想說呢 這個東西能夠幫大家 賺到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小收入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是有好沒有壞的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以這樣子的術發點呢 我們就接下了這個廣告 之後呢 直到剛剛我們看了 Charles跟Mona發的影片呢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確實真的是疏忽了他們這個東西 他們這個其實是 算是一個詐騙 詐騙吧 至於他們是利用怎麼樣的方式來進行詐騙呢 你們可以去到 Charles和Mona的那個視頻那邊看 因為Charles有很詳細的講解 他們是以什麼手段來騙錢 所以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我們兩個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呢 我們確實是做錯了 做錯就要認 錯著又演 打著又可以頂 所以我們也非常接受大家的指責 然後我們也會因為經過這件事情過後呢 之後的所有的廠商和業配呢 我們都會非常非常慎重的挑選 我們不會再去觸碰這種關係到金錢利益的宣傳 而導致到大家有虧損 然後另外一點 我們覺得比較親信比較欣慰的是因為 我們這邊目前是沒有任何一位粉絲遭受他的詐騙 不能講沒有啦 有沒有我們也不確定 可能我們有收到信息也怕 怎麼講 信息被蓋掉 我們沒有看到也不懂是不是 對 為什麼我會說我們慶幸我們的粉絲沒有被詐騙到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是我們的粉絲透過我們這邊的這個管道而去被他們欺騙的話呢 我們的粉絲就會BM我們 來罵我們之類的 可是我們目前是沒有收到 也可能low看 如果真的是有的話 就是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們的舒服 對 我這邊是看了啊 我這邊是真的是沒有 我這邊也是沒有 對 只是有一些人問的就是可信的嗎 什麼或者是了解一下這個是怎樣賺錢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如果關係到那些講我被騙了錢啊 什麼什麼的啊 這些我們是沒有收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慶幸的一點 也就是 沒有任何一位粉絲透過我們這邊被他詐騙到任何一分錢 所以呢 再次的在那邊跟大家忠心的道一個歉 我們之後我們保證我們之後的任何一個廠商 任何一個廣告呢 我們都會非常慎重的去去篩選 去了解他們這個東西是什麼樣的 對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我Challsty有分享 我share這個東西 然後他是一個普通的粉絲他點進來 他點進來了 自動他的號碼就會拿到我的手上 就會來聯絡我 然後我就會跟你講類似這個是什麼的平台 他可能沒有很信的時候 可是他是我粉絲 那個人就會跟他講 你一定要相信Challsty 你要相信網紅 你要相信YouTuber 他們都不會騙人 他們都不會幫助我們騙人 如果我們這個是騙人的 Challsty他們就不會幫我們宣傳啊 對 他是會用我們的名義來騙錢 就是用我們的名義來讓粉絲 來更相信他們這個產品是真的 OK 據Challsty這樣子說的話呢 就是他們的詐騙手法會因為 透過了我們的宣傳 然後來讓那些粉絲們更加相信這個東西的可信度 也就是講 因為他們會覺得我們都已經幫他們宣傳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可信度是100%的 然後在那邊真的忠心的跟大家再次的道一個歉 我們這一次確實是真的犯錯了 然後也非常慶幸我們這邊沒有任何一位受害者被詐騙到 然後呢也希望透過這個影片可以讓更多的人發現到這些東西是非常非常的不可信的 就是不要想著要賺這樣子的快錢 然後去被他們詐騙到 也想要透過這個影片來跟身邊的一些網紅朋友啊 YouTuber們講一聲 這樣子的廣告我們確實是不能夠接 也是要很慎重的去篩選這些類型的廣告 因為我也看到這類型的廣告確實是有很多的網紅 有很多YouTuber在接 然後我們也因此這樣子就是放下了那個街行 就是沒有去想這樣多 我因為覺得他們也已經接了嘛 所以是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一點 我們的街行也放的比較低 所以就去丟了他們這一次的合作 網紅的力量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網絡的力量網紅的力量 YouTuber的力量是蠻強大 是很容易去影響一些事情 所以真的要慎重考慮宣傳這個東西 而且我接這個廣告之前 我每一個我都有問就是騙人的嘛 然後他們都跟我保證 再三的跟我保證不是 所以剛才網絡講的東西就是 我後面會跟你們解釋為什麼他們會講 他們不是騙子 哪裏有騙子會跟你講他是騙子 可是這些東西有一些是證 所以我後面會慢慢解釋 也不能講怎樣去分辨真還是假 是證明有這個東西 只是因為有更多的冒充者 利用這種平台來騙大家的錢 所以現在還是要講句話一句就是 非常抱歉和對不起 那些因為我們被騙錢的那些粉絲們或者朋友們 真的對不起 OK 如果你們想要了解這些詐騙的騙子 他們是怎樣利用這個方式去騙人家的錢的話 你們可以到Charles跟Mona的頻道那邊去看這部影片 然後今天最主要最主要的還是想要透過這個影片 來跟所有之前有看過我們兩個的Story 有看過我們那個宣傳的觀眾們 就是在一次的跟你們講一聲 那個東西是不可信的 所以也不要去跟他們有任何的聯絡還是什麼 對對對 OK 經過這一次的事件呢 我們也會就是經一事長一智 就是以後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也會更加的醒目 也不會再犯第二次的錯誤 所以再一次的跟大家說聲 非常的抱歉 非常的對不起 經一事長一智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們就會學聰明 OK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要講的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就很衰咯 就是我們第一次接這樣子的廣告 然後就遇上了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我們之前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是 是詐騙還是什麼 然後當剛剛我們看到 Charles跟 Mona發布那個影片之後呢 我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真的是有那個責任 要馬上的拍這個影片來跟大家講解清楚 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對 是希望透過這個影片可以防止到 防止更多人被這些騙子騙 也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這個社會他們還有這樣子的一個詐騙的模式 太厲害了 對 接下來的任何業配啊 任何的廠商啊 就是他們的內容啊 我們都要非常的嚴格的去審核 就是可不可信 然後才進行宣傳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能夠接受我們的道歉 也希望你們能夠繼續的支持我們 經一事長一事 我們這一次做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